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秦林谦 小新新闻一开始 先带您来关注的是 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 日前到康湖隧道口勘灾 动作比台北市长柯文哲还要快 但是却也被直击 路程当中闯红灯 甚至在南港区视察的时候 坐车围停在公车停靠区 事件曝光之后 陈时中道歉之外 也火速叫了发单 16号晚间7点多 陈时中和自驾艺人候选人 直奔康湖隧道口勘灾 但路程中却也被直击 闯红灯 照片中的白色座车 陈时中人就在车上 网路媒体报道 驾驶在跟远景降完后 不等变灯 随即驶离 陈时中座车被直击 闯红灯的路口 就位在成功路五段 及康湖路的交叉口 现在警方也依据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开出罚单 这个事情我是不知道的 我没有注意到 但是我想既然认定是违规 那缴纳罚单认错 这都是应该的 闯红灯那真的是不对 我想可能在雨天 或赶时间 我想无论什么理由 都是不对的 叫派舆论发酵 罚单也迅速缴清 除闯红灯外 还有把车 围停在公车停后区 两张罚单 共3900元 而陈时中勘灾 被质疑的 还有17号脚上的 这双皮鞋 来因质疑 不专业 陈部长可能没有当过 名义代表 所以他比较没有经验 还是希望陈部长 可能要考虑到 因为穿雨鞋不是舒适 而且也比较能够 避免滑倒 昨天上午 大概到万华社 那时候都没有下雨了 我会下 那时候我在没有下雨的时候 我又穿雨鞋 大家也会说他作秀 平常心 大家以前在讲说 穿皮鞋勘灾 是说因为穿了皮鞋 而不敢撩蕾 那我们是什么地方 都会撩蕾 不认皮鞋有错 但脸书上的照片 却也悄悄换张 没鞋子的 我相信他们是为了 就是说因为是勘灾 而不是不要让他 焦脸模糊吧 勘灾政治学 多一分 少一分 都不对 TVB的新闻 李国正确换柔 台北市长候选人 黄珊珊 日前表示 防疫旅馆政策 是北市发响 不过却被对手 民进党籍的候选人 陈时中 只是表欠 对此 黄珊珊今天说重话 要求陈时中收回 否则法院件 不过陈时中仍然 坚称政策的概念 就是从集中检疫所来的 助理 高票段节 加油 再度踏入万华区 黄珊珊要证明 自疫情爆发至今 她对万华相亲 不离不弃 针对被指防疫旅馆政策 遭对手陈时中说是票欠 黄珊珊 获利全开 陈时中仍铁了心 坚持不收回 但黄珊珊有备而来 出示相关资料强调 首间防疫旅馆 是去年二月诞生 三月初陈时中还称赞 接着月底 中央才有防疫旅馆SOP 眼见成山隔空护杠 另一头立法院 国民党立委也追问 苏贞昌防疫旅馆到底谁发明 防疫国家队 这是集体一个队伍 大家从观方面面做出来 不是哪一个人的专利 或者哪一个人的独创 不是这样 是大家一再斟酌 卫护部提出来报告 卫护部提出来 还有交通部也要 这是叫两人别吵了吗 或许言下对陈时中来说 让他暖心的 大概就是这了 台北市长的选举逐渐白热化 而台湾民意基金会 公布最新的民调 从欣赏度来看 过去一个月 选情出现了什么变化 详细内容交给自宣记者 邱婉柔 台北市长选举 呈现三角都的局面 谁又有迎面成为下一任的台北市长 先来看蓝绿的这个部分 台湾民意基金会 也特别针对了 欣赏度来做一个评比 如果只看台北市民的话 陈时中他在9月的欣赏度 原本还是领先蒋万安的 是超过了10.3% 但没想到到10月之后 蒋万安超车了 赢了多少呢 他是反超了2.9% 这代表什么呢 这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 刘云龙就分析说 代表说这个选情 在过去一个月 已经出现重大变化 这重大变化指的是什么呢 外界猜测应该就是 周遇寇狂打 蒋万安声势的这件事情了 不过陈时中 虽然在台北市民的欣赏度 是低于蒋万安的 但如果以全国民众的欣赏度来看 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来看到如果是全国的话呢 陈时中的欣赏度是百分之二十五点三 是赢了蒋万安的百分之十报 那么谁又是绿营的欣赏度最高的呢 以六度来看第一名是陈其脉 那国民党又是谁呢 国民党当然就是非新北市长 侯友宜莫属了 他有百分之四十九点三 台北市议员第三选区松信区 今年议员席次少一席 蓝绿白竞争激烈 上演十六抢九 由于绿营保守提名 力拼全雷打 但是国民党有两大空战天后 王宏威跟徐巧兴成了超强吸票机 票数冲高的情况下 让现任议员秦慧珠代锡清相当紧张 甚至代锡清还喊出要求配票 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信义区勘灾 国民党议员就来了两位 来到信义区六阁里有小九份之称的这处市区 在十六号强降于当天 小巷仿佛成了瀑布 在国民党现任议员徐巧兴与戴席亲陪同之下 蒋万安赶赴现场勘灾 两人紧跟着党内母亲一步都没落下 松信选区国民党现任五席等人口锐减 习次少了一席 又空战天后之称的徐巧兴也难免紧张 眼看最后大合照怎能少了他 来看我这边 弄到我也落选了 那还是少一席嘛 所以呢五席权上是一个关键 那只要能够配合五席权上的方案 我觉得合理的 那我一定会也会参加 能够平均的配票的话 我想对于大家的得票 以及五席权上的机率 可以大幅提升非常非常的多 松信选区以往结构蓝大于率 现任议员国民党五席 绿营四席 虽然武党籍议员邱威杰 不寻求连任 但选情冷清 相较于绿营保守提名 现任三席拼连任之外 张茂兰交棒给女儿张文杰 争取全力打 但蓝营的五席实力 在文鸿威猛打临之间 陆文又对阵中一扣 一战成名之后 跟徐晓星的空战 果力作用全国性高知名度 双双成了吸票机 现任议员秦惠珠代席 其难免有危机感 其年半老将成有得放弃 连任新人张维源 即使有责任去加持 也难免又吃下一场硬仗 如今只能坐死万无 多争取一点所谓的年轻 以及中间的选票 也帮国民党的把这个基本牌 给扩大 文威诡议 目前党内已有责任理机制 秦惠珠则希望贯彻党内政策 目前谈配票还太早 面对民众党杨宝珍 与实力改挂无党籍的 无争争取突围 松信难影响 此内打难度高 第1位新闻 主观好 你家会台北采访报道 再来看这几天 台北遭受大雨的侵袭 在百林桥下 就有不少车辆 因为水闸门临时关闭 车主想移车都来不及 市府也没有比照 台风时的SOP 进行强制脱掉 结果民怨四起 就有议员主动表示 愿意帮民众申请国赔 时隔两天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承认 非台风时的水门关闭 SOP的确需要检讨 一片汪洋中 上把辆汽车想移都移不了 16号晚间 台北市百林桥下淹大水 无奈水门关了 市府居然脱掉 都没有 换个地方也一样 抛过水的车 全被泥巴覆盖 没办法开 虽然台北市长柯文哲说 水利出通报都照程序来 但旧民众收到北市府的官方账号 通知四点要开始关水门 讯息却是四点四十一 才发出他们想问的是 说好的通报SOP在哪里 市府应该要去承认 这样这个处理过程是非常适当 而且完全没有顾意到民众的感受 市政府应该在这一块 要跟市民来道歉 财务上的损失 这一定会符合国赔的要件 不让泡水车主求助无门 议员说自己愿意帮忙申请国赔 毕竟北市水门关闭 还是有套正常程序 俗称632SOP 6指的是关闭前6小时 需通知车主 3则是关闭作业时间3小时 之后的2是全数关闭前2小时 需展开拖掉 议员之一 SOP根本没做到 更何况除了车子 议员还爆料 水门关闭时 大家何必关于题外 还有协办活动的厂商 10个人被关在水门外 这些主办单位的厂商 他们甚至必须要在提防外 找寻找 看到有接有 询问他们 有没有哪些地方 可以去进入到提防内 时隔两天 柯文哲也承认 对于非台风的暴雨 作业程序的确要改进 这种强降雨 常常反映时间就两个小时 所以有时候 我觉得我们可能 那个强降雨的SOP 跟台风的SOP 还要再分开 金融河的大气效水 会到达3.3 我们必须要做紧急关闭 那因为暴雨或是 暴雨的状况 是比较没有 那个前置作业的时间 暴雨的部分是没有冥定 一定要脱掉 明月四起 让柯文哲一向自豪的SOP 红灯也亮起 TVBH的刘亦俊华 少评 刘亭廷 叶峰伟 台北报导 好我们看到了 有超过50辆车 因为水闸门临时关闭 卡在题外变成泡水车 只能等待脱掉救援 不过回头检视北市府的SOP 针对基隆河沿线提防车辆 停管处只有在闸门关闭前五分钟 才寄送简讯通知车主 只有律师指出 这真的是可能可以构成国陪要件 五六十辆发动不了的泡水车 只能脱掉救援 统统卡在士林百灵桥下 车内积水倾斜而出 随着水位退去 惨况涌现 甚至手脚快的报废车业者 都已经来现场发明片 这话似乎有些酸 因为事发当天 水利处在下午两点三十七分时 就通知市府 请基隆河题外车辆尽速移出 但依据SOP 停管处无需发送简讯告知车主 一小时后水利处再度告知 开始关闭水门 停管处随后在三点五十五分 寄简讯通知 但距离水门关上 民众只有五分钟反应时间 甚至有的人也没收到 而有律师指出 市府当天的简讯内容有所过失 首先把林桥位于基隆河 而非淡水河 而早上的讯息 也没有针对基隆河做出警示 至于水门关闭的通知 也根本来不及 不过就算国陪成立 车主也要负担部分责任 水利法规定 我们河川的行水区 和平公园 是不能做设置停车场的 整体规划跟SOP 都有改善空间 而同样是基隆河被拍到这一幕 民权大桥改建工程 施工购台遭到暴雨摧残 台风淹水带来的杂草树枝 却被怪兽大把大把抓起来 一股脑就往河里丢 现在河水暴涨 他们大概想 河水很快就把这些垃圾冲走了 这一来又违反SOP原则 是否因应作为面临考验 TVB的新闻张家宝专科台北报道 现在各项民调都显示 新北市长侯友宜连任 基本上是没有悬念的 不过民调却显示 如果侯友宜2022连任之后 2024却要去选总统 恐怕民众不会太支持 再请婉容大门来了解 新北市长侯友宜的连任 如果目前看起来是毫无悬念的 不过很多人都在猜说 他之后会不会可能要来竞选 2024的总统大位呢 台湾民意基金会就做了最新民调 我们可以来看到 他就问就选民说 侯友宜目前正在选新北市长 但是另一方面也不排除选总统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接受吗 那么能接受的民众 有44.3% 不能接受的也有42.4% 看起来是差不多的 但是大家又进一步再问下去了 如果侯友宜当选新北市长后 等到明年才宣布说 我要来绞逐2024总统呢 那你会不会支持呢 支持的人呢掉下来了 只剩下34.2% 不支持的是超过五成的 比例算是蛮高的 但是呢 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董事长 尤英龙他自己就分析说 虽然这数字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但也代表说 如果侯友宜真的选总统的话 还是有近三成四的民众支持 他这个民意是不能忽视的 那么侯友宜自己的意愿又是如何呢 其实过去侯友宜在被问到说 有没有可能选2024的时候呢 他其实并没有否认 他只说任务来了 就会勇于承担 南北市政府推出熊好券2.0 那么下午已经开放登记 下周二就会抽奖 这次有六种券 总共有69.6万份 可以用在住宿餐饮 还有市集等等 最快10月25号就能使用 但是要在12月18号之前用完 疫情后要振兴台北市经济 北市府第四度推出熊好券 但这次2.0版总共有六种 从住宿到可用于 零售餐饮的享购券 还有艺文运动以及市集券 最新加入的是 用于休闲农业的农好券 总共69.6万份 但为了振兴 公有零售摊贩和地下街店铺 北市府将1000元面额 打散成10张100元 有包含市场券4张 夜市券3张 地下街券2张 以及最上面看到的通用券 有一张 总共10张 希望大家可以分散到 不同的通路来使用 10月18日下午开放登记 一直到24日的傍晚6点 隔天早上就抽奖 最快25日下午就能使用 如何登记有三种方式 透过台北通网页 台北通APP或超商iPhone 实际透过台北通APP 登记登入后六种券 只要选心仪的两种 有别于过去需要排序 确认后就能完成登记 只是这次使用时间很短 从10月25日到12月18日 55天 被质疑是否为选前利多 使用时间大概很长的时候 那个背识效果会加强 既然是振兴的话 还是一种短期的一个刺激 对店家来讲是比较好的 不过熊好券 有别于中央版本 只有登记的店家 才能让民众使用 用过的店家 怎么看这一波熊好券 今年会再加入 就是多少有加分吧 虽然单价不高 可是它也是增加 我们的来客数 之前没有再使用 是因为考虑到 就是双方要下载 APP有点不方便 但今年会考虑看看 虽然变境已经解封 对于店家来说 能鼓励客人上门 都是好事一桩 TVBS新闻 华小平 刘婷婷台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